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在我身上不停叫着别的女人的名字 我平静地穿好衣服 买了张去法国的机票 默默地退掉了准备了半年的婚礼 后来民政局门口我没有出现 她却疯了似的满世界找我 十年梦醒 我还你自由 老师 我下周来法国 之前您说的那个画展我还可以参加吗 听见我要参加画展 老教授激动地咳嗽起来 可以 当然可以 只要你愿意重新拾起画笔 画展的大门将永远为你敞开 不过我听艾米莉说你下周要举办婚礼 取消了 不碍事 我尽力维持住平静的语气 和教授聊了一会儿参展细节 直到挂断电话 我才长输一口气 控制不住颤抖的身体到底还是出卖了自己 我现在全身紧绷 是下定了决心才拨出的电话 从阳台向里看 附近伸光着上半身 肌肉皆是饱满 身材宽阔厚实 岁月带走了他的青涩 却还给他更迷人的魅力 而就是这个我陪伴了十年的男人 刚刚腐在我身上 却叫了别人的名字 瞧眼 瞧眼 瞧眼你回来 我好想你 一遍又一遍 像是呼唤着心中的爱人 黑夜里 他手机不停地亮起 我无奈打开 准备替他开启免打扰 一不小心 点进了备忘录 入眼置顶 叫做关于我的女孩 鬼使神差的我点了进去 他不吃辣 吃一点就要红鼻子掉眼泪 他讨厌生食 切记带他去吃寿司 九月十日 他的小狗去世 记得去安慰他 他喜欢吃水蜜桃 喜欢所有和他一样甜甜的食物 那一刻 潮水般的回忆吞噬了我 傅景深是个工作狂 他的生活和手机一样干净 几乎不留任何痕迹 我经常抱怨 希望他能发一张我们的合照 或者背景设置成我的照片 至少和别人公布我的存在 也让我有点安全感 却都被他拒绝 他说我幼稚 更说这样没意义 我们在一起十年 我为他付出了最美好的十年 我却在他身上看不到任何我的痕迹 从前我以为他就是这样清冷的人 不会表达感情 可看到这一切我才明白 不是不会表达 仅仅是他对我不上心 他不爱我 十年了 我总觉得习惯会慢慢改变一个人 可现在看来 是我傻得可怜 一个月前 他突然单膝跪地向我求婚 我以为我终于感化了他 他朋友打趣 哟 副总这是不打算再等乔延了 铁树终于开花了呀 我当时被幸福冲昏了头脑 忽视了傅景深落寞的眼神 我依偎在他怀里 只觉得能对抗全世界 我终于嫁给了爱情 当时信誓旦旦的我 忽视了没有求婚戒指 忽视了简陋的场地 甚至忽视了并不激动的傅景深 我摇摇头 想将脑袋清空 一眼瞥见客厅里垃圾桶里 随意丢着一个保温盒 那是我心疼他最近工作忙 昨天四点起来 特意为他熬的乌鸡汤 他没打开过 竟直接丢了 呵呵 我扯出一个苦笑 原来是在意的人 再小的细节都会记下来 而对于不在意的人 即便是捧着一颗真心 也会被踩在脚底 因为一文不值 我心脏猛地揪起 看着熟悉的家 定下了下周非法国的机票 第二天 傅景深像没事人一样 照常去公司 等到晚上 我却收到了他的电话 顾曼 我这边有点急事 需要你来一下 快点开车 现在就来 他猛地挂掉了电话 我却听见了 他背景里带着哭腔的女声 这样慌乱的语气 这样紧张的命令 差点让我忘了 那是理智清冷的傅景深 两年前 我出车祸给他打电话 他也只是冷静地说知道了 就挂断了电话 越来越多的细节在告诉我 傅景深不爱我 心头却又窜起好奇 到底是谁让他这么着急 一种隐隐的预感浮上心头 让我挫败又无力 不知怎么的 还是到了傅景深的公司 还没走到他办公室 就看见外面围着一群人在八卦 听说副总要结婚 乔小姐这下是真的急了 这都跑到公司来闹发酒疯了 听说人都晕过去了 你们是没看到 刚刚副总那个样子 怕是心疼坏了 看见我走来 围观的人立马净声 尴尬地散了 一个月前和我求婚 十年里和我形影不离的未婚夫 此时此刻正在心疼别的女人 这个女人我不认识 却在傅景深的备忘录里 看过她的点点滴滴 推门进去 傅景深身上正挂着一个女孩 助理健壮 手忙脚乱地要把她扯开 却被她一把推开 我不要别人碰我 我不要和你分开 傅景深闻言将她搂得更紧 几乎是宠溺地哄着她 好好 不让别人碰你 我抱着你好吗 乖乖 助理知道我的身份 尴尬地咳嗽一声 提醒到 傅总 那个顾小姐来了 傅景深这才回过头看我 眼神有片刻闪躲 但又很快恢复了正常 这是我青梅竹马的 邻居妹妹乔妍 她最近刚回国 碰到点伤心事 一时间喝多了 所以才 哦 所以你让我来干嘛 我平静地和她对视 若是以前 我会忍不住吃醋质问 甚至会当场把靠近 傅景深的女人拽下来 可现在 我只觉得无所谓 傅景深怀里的女孩 突然睁眼 向我投来不怀好意的目光 语气依旧迷离 傅哥哥 这是谁呀 难不成是你的女 是同事 傅景深 飞速打断了她 目光从我身上一开 助理的脸色变得难看 我身子几乎是摇摇欲坠 一颗心咕咕 往外冒冷风 傅景深在避嫌 她不愿意承认我的身份 特别是在乔妍面前 她低头看着怀里娇小的女孩 忽略了我逐渐惨白的脸色 理所当然地开口吩咐 顾曼 妍艳艳她喝多了酒胃痛 我记得你会包一种养胃的汤 你现在回家给她炖点汤送来 呵呵 所以火急火燎地叫我过来 只是让我给她的小青梅煲汤 所以她关心则乱 把我叫过来当猴耍 来看他们秀恩爱是吗 来之前 我心里还有期待 期待着傅景深还需要我 有不服输 我不甘心自己付出了十年 却输给了一个被忘录里的女人 看着傅景深怀里的女孩 我才知道自己输得彻底 我笑了 笑得无力 知道了 扭过头去 不想让滑落的泪水被人看见 不想暴露自己的溃不成军 助理要送我 却被我拦下 推门出去 也没等到一句挽留 门里面两个人的对话 还在继续 傅哥哥 你放我下来 我能自己走 傅景深声音柔的 几乎像是又哄一个小孩子 是谁刚刚为痛哭着喊着说 站不起来了 小傻瓜 喝醉了酒再说胡话了 还是哥哥抱你走 我脚步虚浮 耳边的对话就像刀子 弯得我心头冒血 原来傅景深可以这么温柔 原来他不是不懂感情 他的爱只是给了别人 所以再也容不下我 我失魂落魄的下楼 坐在车里 回忆着我那不值钱的十年 脑子正乱着 突然车窗被敲响 是乔妍 他笑眯眯地看着我 示意我摇下车窗 他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趾高气昂地吩咐我 就像是吩咐一个保姆 景深容易失眠 看他那样子 就知道昨晚没睡好 你记得在他枕头上 喷点安神香 要熟尾草味的 他最喜欢这个味道 哦 记得让他再泡个澡 这样他就能很快入睡了 很明显 他并不是傻子 知道我是谁 却似乎压根没把我 当作竞争对手 或者说压根不把我 放在心上 也许他知道 傅景深的心 被他牢牢攥住 我面色灰暗 手用力地掐住胳膊 才极力维持着平静 可乔延没打算放过我 他还在喋喋不休地说着 还有 景深一喝酒就头痛 你不知道吗 他喝完酒 你得给他做点醒酒汤 我看他今天老是揉太阳穴 肯定是头疼了 他这衣服也是皱的 你平常到底在干嘛 都不会孕一下吗 我不会也不能 因为傅景深从来不和我交心 也从不给我任何回馈 他不愿意和我倾诉 我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 能完全知道他的心思 十年了 我唱了一曲独角戏 还安慰自己 他也沉静其中 到头来 却只骗了自己 在我愣神之际 乔妍抢过我的手机 自顾自加上了我的好友 加个微信吧 以后景深有事 你要第一时间向我报告 知道吗 他说完 就像一只蝴蝶一样 飞扑着跑回了傅景深的身边 看着后视镜 有说有笑的两个人 我的心彻底凉了下去 十年来 我陪着傅景深从零开始 摆过贪倒卖过商品 从无到有 一步步和他走到了今天 我以为等我的会是傅太太的位置 却没想到 抵不过他白月光的一次现身 十年了 就算是快寒冰 也会被我武化了 所以这一次 我放他自由 回到家我脑子很乱 灯也没开 坐在沙发上发呆 不知不觉到了十二点 家里的门被打开 傅景深回来了 他完全没察觉客厅的我 手里还拿着手机 微黄的灯光映照出他的眉眼 带着笑意 傻瓜 什么结婚净说胡话 你在我心里比任何人都重要 他怎么能和你比 那不过是为了企业形象 对外稳住老客户罢了 你也被骗了不成 乖 听话 再不睡觉 明天就要头疼了 傅景深踢掉鞋子 习惯性地在桌上找蜂蜜水 因为他经常应酬喝酒 我每天晚上都会在家等他 给他留一杯温热的蜂蜜水 可今晚却没有准时出现在桌上 傅景深则一声 闲雾地走进了浴室 不多久 他就冲了出来 怒声拍打卧室的房门 顾曼 你有毛病是不是 在浴室点什么安神香 不要东施孝平 试图吸引我的注意力 我告诉你 没用 胸口泛起酸涩 我闭上了双眼 任由泪水 肆意流淌 原来在他眼里 我做的一切都抵不过 乔延一句话 原来一个月前的求婚是幌子 怪不得没有戒指 没有鲜花 只有一句干巴巴的求婚 就连跪地求婚 也是在客户们的起哄下 被迫无奈的 当时傅景深解释说 他不想让他下属和朋友看见 我只以为他不喜欢张扬 还在内心庆幸 他愿意为了我迈出新的一步 因为他心里有我 可没想到十年的感情 沦为了他的一步棋 一步为了事业被迫下的棋 还要在私下哄着小青梅 他不得已才下的棋 而我的未来 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 想清楚了所有后 我内心苦笑 就算是我瞎吧 但是我问心无愧 离开前我决定体体面面地结束 所以第二天早上 我包好了汤交给傅景深 他接过来后 有片刻的正愣 似乎是想起来了 昨日叫我去的荒唐 但很快 他又恢复了一如既往高冷的神色 炎炎身子虚 你反正闲在家里没事 记得每天包好汤给他送去 没事 我差点忍不住笑出声 也许吧 也许他忘了很多客户 是我千方百计维系求来的 也许他也忘了 公司也有我一半的心血 傅景深刚要走 突然看到门口的行李箱 顺嘴问了一句 你要出门 我没抬头 默默收拾着自己的行李 去法国 看老师 傅景深不再说话 或者说他压根不在乎我的行踪 他正眉头紧锁地刷着手机 突然停止了出门的脚步 一把拉住我 现在和我回趟家 结婚之前 总要见见家长 你说呢 我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但也只是平静地映下来 随便都行 突然想到什么 打开了手机 果然一分钟前 乔延发了一条新的朋友圈 是他在家里开party 正和小鲜肉放纵热舞 忘乎所以 位置已经在Dess市 也就是傅景深的老家 我痴笑一声 懒得去和傅景深争论 毕竟我后天就出国了 也没必要再戳破他的谎言 司机飞快地开着车 而傅景深坐立不安地 一直盯着手机 不用想 就知道他在给乔延发消息 而我选择闭目养神 直接在车上睡着了 再次醒来 已经到了目的地 傅景深掠过我 直接下去砰的一声 关上车门 急慌慌地走远 司机一脸疑惑地看着我 不知道是开进去还是等待 我平静地笑笑说道 师父劳烦 你在这等我一会 应该用不了多久 我就会出来 我曾经无数次想过 傅景深带我来见他父母的场景 如今站在傅家大门 我却穿了最简单的白T 梳着马尾 就像是下楼买菜 因为我知道 我不是主角 傅景深正在看乔延弹钢琴 见我敲门进来 他一愣 生怕我在乔延面前 说些不该说的 所以他走上前来 一把捏住我的手 疼得我倒抽一口气 谁让你自作主张进来的 等会妍妍也在我家吃饭 你少说点话 我爸妈不喜欢话多的儿媳妇 我只是冷笑一声 立马点点头 他没想到我今天这么听话 毕竟我对见他父母这件事情 一直表现得很期待 也十分重视 若是以前 我早就生气了 家宴开始 傅景深坐在了乔延身边 不停地给乔延加菜 多吃点别生气了 只是工作原因 没办法我才带着他来的 他眼睛全程都没离开乔延 而我不说话 只是埋头苦吃 像个没事人似的 期间傅景深爸妈 几次把话题引到我身上 都被我巧妙躲开 吃到一半 我站起身 不好意思叔叔阿姨 我还有点事情就先走了 那你们继续 我说得礼貌 面带微笑 傅景深不爽地挑眉 却也挑不出我的毛病 意外地 他坚持要送我出门 一路上我不说话 他不在意地搓搓手 好半天才开口 我爸妈挺喜欢你的 这是我妈给你的见面礼 你皮肤白 带着应该挺好看的 说着他从怀里拿出一枚玉佩 添青色的料子 一看就很贵 我停下脚步 抬头看他 若是从前我 一定会激动地收下 可现在 我心里没有一点起伏 这十年里 我有多渴望被认可 现在就有多平静 太贵重了 我不能要 你拿回去吧 替我谢谢阿姨 我婉拒了傅景深 大步走向车 他似乎没想到 我会拒绝 给我带玉佩的手 停在半空 一会儿才追上来 顾曼 你知道这玉佩 代表什么意思吗 你现在不要 以后别后悔啊 我无所谓地 瞥了他一眼 关上了车门 傅景深脸色沉了下来 不耐烦道 你记得明天 什么日子吧 我请了记者 在民政局门口抓拍 你别迟到 明天 我低头打开手机 短信弹出 温馨提醒我 明早登机 隔着玻璃 我微笑看着傅景深 当然记得 分手吧傅景深 我还你自由 车子飞驰而去 我不知道傅景深 有没有听见 可那也不重要了 曾经我无比希望 我付出的十年 能开花结果 而现在 我只是给自己一个交代 刚回到家 傅景深就发来了消息 今晚不回去了 我留在家陪陪爸妈 看着他的消息 我只觉得可笑 明明他爸妈 在饭桌上和我说 约了人去农家乐晚上 就出门 傅景深又是哪门子 陪父母呢 乔妍刚刚更新了朋友圈 是一段盛大的烟花秀 专门为他绽放的烟花秀 视频的高大背影 不是傅景深 还能是谁呢 在一起的第七年 我曾经和他说笑 我说我们要是熬过了七年之痒 最后还在一起 就为我放一场烟花吧 庆祝我们的爱情 历久弥坚 现在想来真是可笑 怪不得他要留下来 怪不得他要骗我 为了留住乔妍 他眼巴巴为他点燃夜空 而我们的十年 都不配让他对我坦诚 就连撒谎 都不愿意想个合适的借口 我看着家里熟悉的一切 每个角落都是我精心填满的 充满了我们生活的痕迹 心里还是泛起酸水 打了个电话 叫了个最贵的家政团队 让他们把家里属于我的东西 全部抹除 我的枕头 我的衣服 我买的摆件 我的一切一切 家政公司效率很高 很快家里就空了 我这才发现 属于傅景深的东西很少 少到只有一些必要的随身物品 可能他把家做旅馆 也只把我当作刺抛用品 这十年 只有我倾尽所有 像个傻子 彻夜未眠 我将所有东西 全部都捐出去 只身来到了机场 犹豫了片刻 要不要再和傅景深说一次 显然昨天他没听清 但不等我做决定 傅景深就打来了电话 刚接通 电话那头就传来他暴躁的声音 我不都说了 昨天在家吗 怎么公司的电话 还打到我这里了 你怎么不拦着点 逼我结婚是吧 十年你都耗得起 就这么一天你都等不起吗 收起你那点小心思 差不多行了 炎炎今早 有点发烧 领证估计得晚点 你通知一下记者 我心里最后的一点温存 被消耗殆尽 直接立声打断了傅景深 我昨天说了分手 你是聋了吗 这回你换个人结吧 以后没事 别来烦我 说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 并拉黑了他所有联系方式 乘上飞往巴黎的飞机 低头看去 城市变得渺小又模糊 吐出一口浊气 我闭上了眼睛 脑海里自动播放着 曾经的一点一滴 爱一个人十年 很多习惯刻进了血脉 融入呼吸 选择放下 比我想得要艰难 但是我明白 那是一颗肉流 现在不割下 只会慢慢蚕食我的身心 落地巴黎 就见到我的老师 同学们 举起牌子迎接我 意外的是 除了他们 还有几个我的粉丝 他们拿着我很早期的画册 用手笔花着 让我签名 最后还给了我一个 大大的拥抱 顾小姐 听说你要重新作画 我们为你感到开心 因为语言不通 他们说的话 我很艰难的才听懂 在异国他乡 没想到我能受到陌生人的喜欢 也没想到 我年少时的作品 可以穿越国际 传达感情 鼓暖流流过全身 我感觉到新的血肉在疯涨 就在这时 手机突兀地响起来 我一看是公司副总 他在电话那端 都快急哭了 副太太 您去哪了 今晚公司新品发布会 你不在 好几个客户 来了就走了 副总怎么留都没用 许多老客户 还送来了花篮 庆祝你们领证 结果被乔小姐看见 气得砸了场子 和人家闹起来了 副总也追出去了 现在没人主持发布会 客户意见也大得很 就等您回来主持大局呢 您在哪 我现在派人去 不用了 我淡淡开口 我和副景深没领证 请不要叫我副太太 还有他公司的事情 和我没关系 麻烦以后别给我打电话 我挂断电话 苦笑了一声 即便我失约又如何 在副景深心里 我也好 公司也好 永远都没有桥檐重要 心里空落落的 我只能把生活填满 答应了参加画展后 我每天都去学校画画 闲下来 也会跟着教授参加交流 艺术的碰撞 和自己专业内的事情 一下子就把我按回了正轨 我无比享受现在的生活 一周后的傍晚 我突然被教授喊去 他神色不悦地 将办公电话递给我 我刚接过来 对面就传来 傅景深暴怒的骂声 顾曼 你长本事了玩失踪 那天你为什么没去民政局 你知道我和爸妈等了你多久吗 记者造谣 我们感情破裂 公司客户都跑光了 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 我都和你说了 妍妍最近身体不舒服 你非要和她吃什么醋 冷静一周差不多了 你现在马上回来 家都给你搬空了 我那条深蓝色阿玛尼的领带 你给我放哪儿去了 我今晚急着用 没想到傅景深不仅不知悔改 而且还只当我吃醋耍性子 我被气笑了 看来有些人是听不懂人话的 那我也不介意撕破脸皮 你脑子有病是吗 傅景深 分手 分手两个字 你不懂什么意思是吗 那我来告诉你 意思是 你现在对我而言是陌生人 你没有权利要求我做什么 也没有权利对我指手画脚 安排我的人生 傅总不是一向高冷得很吗 怎么一点小事还要找我 你要点脸吧 傅景深 我现在想到你就恶心 所以我最后说一次 别再来烦我 不顾电话那头的气节 我直接挂断了电话 教授沉默良久 给了我一个拥抱 亲爱的 希望你没事 之前听学生说 你要结婚了 我发自内心地祝贺你 但是现在我想告诉你 一个人的生活照样精彩 我发自内心地笑了 谢谢您 以前是我在错的人身上浪费了时间 以后不会了 回去的路上 手机不断地弹响 都是傅景深发来的好友申请 原来从不主动的傅总 也有着急的时候啊 我不明白 公司的事情不是非我不可 他可以多花点时间维系 对他而言不算是难事 况且我走了 不正好给乔妍让位置吗 他只需要一个听话的妻子 来维持公司的形象 这个是我还是乔妍 压根都不重要 所以我主动退出他 应该高兴才对 何必再来纠缠 我不清楚 也不想弄清楚 屏蔽了他以后 我觉得世界都清静了 不需要再围绕着一个人生活 我的时间变得充裕 闲着就去塞纳河畔看人划船 无聊的时候就去看画展 我也交了好几个志同道合的画家朋友 经常交流技术 不久也开启了我在异国他乡的第一次画展 每天回家做饭 夜晚为人留灯的日子仿佛早就离我远去 画展圆满结束 和朋友们相约喝酒 从酒吧出来 醉意见浓 一抬头 我居然看见了傅景深公司买的大瓶广告 是两个人牵手的照片 为了宣传最新的情侣商品 可习惯就是那么可怕 我一眼就认出来 那是傅景深的手 指节修长轻瘦 食指指腹 还有一颗小小的痣 而另一双手显而易见是谁的 两只手紧紧交握 广告词也充满爱意 一牵手就是一辈子 爱一个人就是一生一世 可能是酒精作祟 可能是回忆乱窜 这一瞬间 泪模糊了我的双眼 朋友见状 赶紧来安慰我 他说傅景深公司没了我 客户本来就走了一小半 他又总是依着乔言胡闹 经常错过应酬 这下在业内积累的名声直接滑坡 公司业绩也是断崖式跳水 无奈听了乔言的话 把目标放在了国外 投了大钱打海外的广告 我冷哼一声 傅景深怕是被小青梅缠坏了脑子 公司产品背景与中国文化息息相关 本来就有秦淮分 现在跑到国外又有谁会为秦淮买单呢 我知道这样过不了多久 公司的资金流就会断了 我和傅景深十年的打拼 就这么几下折腾 就化作泡沫全部吹散了 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成功举办了画展 又接受了好几家媒体的邀约访谈 属于我的路才刚刚开始 晕晕呼呼往家走 刚到门口 我却见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我揉了揉眼睛 还以为是看错了 傅景深斜靠着门 在昏黄的路灯下 皱着眉抽烟 他面色憔悴 眼圈深厚 一向注重仪表的他 连胡子都没刮 头发也是乱糟糟的 见到我 他立马站直了身体 你 你回来了 我皱眉掠过他 却被他一把抓住手 你为什么一声不吭的就出国了 为什么不和我说 你多大的人了 还意气用事 一个女孩子在国外太危险了 你快跟我回去 还有 家里的东西 你为什么扔了 那里也是我家 我也住了十年 难道我就没有知情权吗 你知道我忙完工作回去 看到家里空空如也 是什么样的心情吗 姑妈 你不能那么自私 这段感情 不是你说分手就能断干净的 十年了 我不信 你能割舍得掉 傅景深越说越激动 眼眶都红了起来 我从没见过他这么失态 要是以前我肯定会心疼 只要他招招手我 就会听话地回头 可现在我只觉得 可笑 可笑至极 他字字句句都在责怪我 用十年的感情 扑我 却把自己摘出去 毫无愧疚之意 我控制不住 气得颤抖 狠狠一巴掌 打在他脸上 傅景深 你他妈真让我恶心 到现在了你还好意思责怪我 用十年的感情勒索我是吧 你当我幼幼龙是吗 看不到你对那个小青梅的偏爱 也听不到你说我们之间的婚姻 只是为了生意对吗 你冷落我 还让我为他煲汤 我是你什么人 我是你请来的保姆 我是欠了你的吗 不 傅景深 是你欠我 你欠我一个道歉 欠我回不去的时光 想到我爱了你这样的人十年 我就觉得想吐 傅景深被我猴腿愣在原地 他眼眶里都是泪水 呆愣地说不出话 显然他没想到 一贯对他只有笑脸的我 直接撕破脸 说得这么直白 还知道了一切的真相 慌乱之中 他下意识又责怪我 顾曼 你是不是偷听我说话 你这是不信任我 你对上我冰冷的眼神 傅景深又心虚地软了语气 你听我解释 其实我对你 闭嘴 我直接打断了他 解释什么 解释你放的烟花 解释你们手牵手秀恩爱 解释你和我一起睡觉 却叫着他的名字 傅景深 我再说最后一次 我不想见到你 你别再犯贱了 在一起十年 就算是傅景深再不关心我 也能分辨出 我现在的语气是极度认真的 可他摇着头 就是不愿意相信 不 漫漫 你不能离开我 你怎么能离开我呢 不顾他的发疯 我砰的一声 重重地关上了门 傅景深还在门外 疯狂地锤着门 说话声带着哽咽 这都是说给外人听的 还有牵手那也只是广告 都只是为了宣传罢了 你在公司那么久应该知道啊 我疏忽了你是我的问题 可你也没去民政局放了我鸽子 让公司损失惨重 我们不也扯平了吗 妍妍 乔妍 只是我妹妹 我对她只是多了些宠爱 真的没有别的心思 顾曼 我是真心想和你结婚的 之前是我太草率 没安排好 这样我重新和你求婚 我会为你举办一场最隆重的婚礼 好吗 还是在推卸 还是在找借口 我吃笑一声 对门外说道 傅景深 别让我恨你 你也好意思提这十年吗 我对你掏心掏肺付出多少 以为了你牺牲多少 难道你现在才看见 之前是瞎了对吗 我不是你的田狗 不是你的所有物 我有自己的尊严 更有自己的事业 但是你呢 你从来不在乎 不在乎我是否难过 不在乎我是否愿意 因为我对你而言 只是照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玩意 压根不重要 傅景深 别在我面前演什么情深义重了 没意思 外面的敲门声戛然而止 十年了 我不是没有给过他机会 也不是没有给过他体面 只是他不要 也不珍惜 第二天出门 傅景深颓废地坐在楼道口 看见我后 眼神亮了亮 而我直接掠过他 头也不回 后面的几天 我经常能在家门口收到不同的礼物 有新鲜的玫瑰花 也有鼓鼓囊囊的信件 甚至还有保温筒 里面装着包好的汤 堂堂副总 从没下过厨房的人 居然为了我煲汤 我感到十分感动 并把他送的所有东西 包括保温筒 扔进了垃圾桶 就这样持续了很久 傅景深好像在我家附近租了房子 我不搭理他 也拒绝和他说话 直到三个月后的某一天深夜 他给我送花的时候 接到了一通来电 傅景深胡乱地抓了把头发 无力地蹲在地上 我弄丢了老婆 现在公司也破产了 这都是报应 看着眼前的人 短短半年 几乎是老了十岁 沧桑地不成样子 而我即将搬家去更大的花园洋房 并重修了美术博士学位 我低头俯视着他 眼神就像是在看垃圾 傅景深 你活该 说罢头也不回地走了 自此以后 我再也没见过傅景深 我想他可能是回国处理公司的事情 也可能是想开了 回去重新找他的炎炎妹妹了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 再次看到傅景深 居然是在报纸上 那天我刚结束课程 在地铁上无聊地刷手机 社交媒体的热搜 一下子闯进我的视线 深曼集团总裁自杀 我脑子里还没处理完信息 手已经点了进去 入眼就是一张傅景深黑白照片 和傅家父母哭晕过去的视频 傅景深死了 他回国后没多久就自杀身亡了 可是根据媒体的报道 他早就还完了公司的负债 不存在经济问题 而且他正年轻 完全有机会重头开始 为什么好端端地想不开呢 我虽然厌恨他 但是看到他离开的消息 心里不禁咯噔一下 不是滋味 在我眼里 即便遇到再大的问题 他也不会轻言放弃 为什么就不等我想清楚 手机就收到一条微信 是傅景深妈妈发来的一个PDF 是我家景深对不起你 你就当给阿姨个面子 打开看看吧 我疑惑地点开 当场愣在了原地 是一封扫描的信 那字迹我再熟悉不过 是傅景深的 顾曼 对不起 虽然说这个已经晚了 但还是对不起 在我知道我彻底失去你后 我感觉自己已经不会生活 再也得不到快乐了 你在身边的时候 我总觉得我们还有以后 还有很多时间 所以我没回应你的好 还在不停消磨你的爱 想想真的很畜生 我总觉得乔炎是白月光 却忘了你才是无怨无悔 陪我十年的人 可惜那再说什么都晚了 没有你我的人生 早就失去了意义 可我们已经回不去了 对不起顾曼 我爱你 希望你有更好的人生 下辈子也别再遇见我了 越到后面 他的字迹越是颤抖 这是他绝笔的信 也是他留给这世界最后的文字 我关掉手机 长长地叹了口气 这一刻 我心中有怨恨 有可怜 有抱负的爽感 也有深深的叹息 怅然若失地坐了一会 我终于沉沉睡去 随着傅景深的离去 这一切也逐渐地消散了 过去已经过去 而我的未来 只会更加光明灿烂 故事二 在前男友 陆昭的葬礼上 我的绿茶妹妹 哭得梨花带雨 我见游脸 无人处 她却在我耳边 挑衅般滴雨 姐姐 昨晚陆昭来梦里 找我了 你看 她就算是死了 也不会入你的梦 你和你那早死的妈 永远 也争不过我们 而我盯着她的小妇 垂眸微笑 妹妹 你的好日子 还在后头呢 陆昭死了 因为一场突发车祸 死于她和林乡订婚前夕 而三个月前 她刚度过了 跟我的交往两周年纪念日 也不知道 她是对当我们林家女婿 有什么执念 竟不惜面子 试图姐妹通吃 不得不说 天道好轮回 我关上手机新闻页面 看着葬礼上 我那哭得极为好看的 妹妹林香 忍不住挑了挑眉 三分针七分假 我这同父异母的妓妹 还没学到 我那绿茶妓母的五分火候 我们目光相对 我正欲一开视线 她却像是 循着香味的茶犬一般 抹着泪走到我身边 身姿柔弱 摇摇欲坠 姐姐 昨晚阿昭来梦里 找我了 她拉着我的手 说了好多话 还在梦里跟我 她脸上浮起 绞柔造作的娇羞 眼底却飞快地 闪过一丝得意和挑衅 你看 她就算是死了 也不会入你的梦 林欢 你和你那早死的妈 永远 也别想争过我们 我眼底微微一沉 她却先发致人地后退一步 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声音艰细 姐姐你怎么能说路招活该呢 你们在国外相识四年 就算因为分手的事情闹得有点不愉快 如今人死灯灭 你怎么能说出这么残忍的话来 随着她刻意放大的声音 我们瞬间成了葬礼上的焦点 路招父母和我爸不满地瞪着我 脸沉如墨 而我那继母则是担忧地过来 拉了拉林香的衣角 稀释凝人道 香香 你说什么呢 欢欢是个善良的孩子 又跟路招交往了两年 怎么可能说出这么让人寒心的话 林香却更来劲了 她哭着扑到我的身前 双手死死扣住了我的肩膀 姐姐 你是不是还在生我和阿招的气 阿招去世前一直心事重重的 做什么都提不起精神来 她说不定就是因为你不肯原谅我们 长期心神不定 这才出了车祸 可是感情的事情本来就勉强不来啊 阿招是跟你分手后才跟我交往的 她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一点都不开心 但她并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情啊 好家伙 杀人诛心 林香这是想把我架在火上烤啊 在众人意味不明的目光和议论声里 我眨了眨眼 面露不解 妹妹 你怎么会这么想我 当初是我跟陆昭提的分手 是我先不要她的 又怎么可能会因为她跟你交往 就不原谅你们 在林香反应过来之间 我一把薅下她的爪子死死抓在手里 然后面容哀气 本来陆昭都去世了 我不想她难堪 也不想说这么明白的 可如果你非觉得我才是害得陆昭心神不宁的原因 我也只能把真相说出来了 我将手机投屏到正在播放着陆昭生前照片的投影幕布上 这是陆昭挽留我不要分手的微信小作文 足以证明是我不要她在先 又谈什么原不原谅 这是我去前送给陆昭的智能万表 可以自动采集心率脉搏血压等健康状况 并在出现异常数据时将记录传送到紧急联系人手机上 本来我是想找个机会让陆昭把联系人改了的 谁知道 本来年轻人嘛 干柴烈火血气方刚 这也没什么 但是看看这最近两个月 你们几乎每晚都要剧烈运动到凌晨三点 每晚至少两到三次 妹妹 就算你这方面需求比较旺盛 就算陆昭身体康健天赋异禀 这个作业频率 就算是头血牛 怕也吃不消吧 看着头瓶上那几乎夜夜飙升到 一百六十以上的血压和过速的心率 全场鸦雀无声 林香半张着嘴 半地泪要掉不掉地挂在睫毛上 脸上红白交错 竟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冲击太大 他竟然连第一时间装晕这一招都忘了 而陆昭的一项还挂在灵堂之上 在有心人眼里 几乎能看出他眼底那若有若无的清黑和淡淡的疲惫 下一秒 全场爆发出剧烈的议论声和惊叹声 无数手机对准了林香 我甚至听到有个年轻的男生 咽了口口水 发出一声轻叹 没想到林香看着柔柔弱弱的 居然这么耐 哎呦 谁打我 在各色不怀好意的目光和剧烈的声浪中 林香终于眼睛一闭 晕了过去 而我盯着他平坦的小腹 微微勾起了唇角 时间回到三个月前 彼时我刚刚大学毕业 跟男友陆昭一起回国 他是我在国外留学时的同学 五官英俊 成绩优越 我们相识与我兼职打工的咖啡店 他习惯每天下午独自光顾店里 点一杯标准美食 坐在靠窗的位置上 看书听歌 大概四十分钟后离去 金丝眼镜和挺刮的白衬衫 衬得他气质清俊 斯文干净 而我只是穿着一身朴素的店员服装 站在柜台后 或是点单 或是收银 或是按量拿取咖啡豆 熟练地调制饮品 偶尔壮弱无意地 将视线投注在他的侧脸上 再在视线交错的前一秒 不自然地匆匆转过脸去 一个月后 在接过我递给他的咖啡时 他突然笑着抬头向我搭话 同学 你煮的咖啡味道很好 我好像在经济学课上见过你 你也是这所学校的学生吗 我在他温和含笑的目光里 不自然地顿了顿 轻轻点头 而后我们交换了姓名和联系方式 惊喜地发现彼此居然来自 国内的同一座城市 顺利成章地变得熟络和亲近 我偶尔会在朋友圈里 分享生活日常 而他会在下面点赞评论 或是在微信上找我聊天 告诉我今天发生的一些小事和趣事 把握着恰到好处的分寸 和游刃有余的节奏 偶尔他也会给我带上一块小甜品 在等我下班后一起回到校舍 没有兼职的日子 我们开始一起上图书馆学习 吃饭 散步 聊天 自然而然地变得清静而暧昧 半年后他向我表白 我们正式开始交往 陆昭是个称职的男友 在生活中处处细致妥贴 无微不至 他会记得我的姨妈妻和生日 会在天气变化时 提醒我增减衣物 会在我结束兼职时 送我回宿舍 会将我随口而谈的话 认真记在心里 时不时给我准备小惊喜 自然 他并不是十全十美的 他十分抵触 谈起他的父母和童年 我也在交往一年后 才无意中发现 他的家境 并不似表现出来的那般优渥 他小时候也曾是富家子弟 只是中道破产 过了五年到处躲债的狼狈生活 后来才慢慢开始好转 重新积累了财富东山再起 也正因为如此 他对别人的目光极为敏感 他曾抱着我说 欢欢 我很羡慕你对于物质的坦然 我痛恨贫穷 但你总能 对此从容以对 远比我强大 他也曾在我生日时 满怀憧憬地想象我们的未来 描绘着房子的一草一幕 一花一景 直到 我们一起回国那日 林香特意到机场 为我接机 我们食指向扣 他却在看到林香的第一眼 下意识地搓了搓我的手心 我抬眼看他 却清楚地看到 他眼中的惊艳和游礼 精心打扮的林香 娇羞地低下头去 将一缕垂落的发丝顺道而后 露出一节优美的薄梗 和粉红的耳朵 而我垂眸微笑 故作不知地 掩去眼底的冷意和 兴奋 在我有意无意地放任引导之下 他们很快 在我眼皮底下勾搭起来 陆昭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逐渐变得心不在焉 时不时地对着手机出神 露出温柔的微笑 林香则开始 像他妈妈侵入我的家庭一样 渗透到 我和陆昭的相处日常中 比如 在我和陆昭约会时 故作偶遇 然后自来熟地挽上我的手臂 俏皮地抛个媚眼 姐姐 我刚刚被朋友放鸽子了 你和姐夫 能不能发发好心 收留我一天呀 亦或是在下台阶时 故作被人蹭到 不履不稳地扑倒在陆昭怀里 然后像受惊的小兔子般跳起来 对他露出一个含羞的笑容 又或者以来 公司给我送伞为名 却让自己半边身子淋湿在雨里 露出半透明衣衫下的白皙皮肤和鲜嫩肉体 我也曾在陆昭一晃而过的手机页面上 看到林香借着酒后微醺发来的自拍照 妆容精致 相间半露 眼神魅惑 想来第二天 林香会以醉酒不小心将照片发错为由 哀求陆昭不要将他的唐突告诉我 让那照片成为他们之间独有的 小秘密 而陆昭也不负所望 他的心游离得比我想象中更快 也更决绝 于是他开始明显地冷带疏远我 似乎在等待 我向他提出分手 而我暗地里观察着他们一日千里的进展 选择如他所愿 在他第三次因为林香的种种意外状况 对我爽约之后 我干脆利落地向他提出结束 毕竟再不分手的话 我的演技可就不够用了 令我意外的是 陆昭并不同意 我恍然大悟 也许是我的坚决刺痛了他的自尊心 也许是他还想给他的变心寻一层遮羞布 好掩盖他不过是个渣男的事实 他想再缓一缓我们分手的节奏 但我已经没有耐心再陪他玩这种伤身的戏码 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并不愉快 挽回无果后 陆昭几乎恼羞成怒 只最后丢下一句林欢 你会后悔的 便摔门而去 而我轻轻抿了一口茶 靠在包厢柔软的沙发靠背上 轻声呼出一口气 再见面是在两周后 我的二十四岁生日宴上 他们给我送了一份大礼 那一天 陆昭牵着林香的手 以一副强势官宣的姿态 踏入了我的庆生包厢 男生身姿挺拔 面容清俊 女生粉面寒春 气质清纯 任谁看了 都是极为般配的一对情侣 如果 陆昭不是我刚刚分手的前男友 林香不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的话 就更完美了 空气安静了一瞬 所有人都在或明或暗地 观察我的神色 而我懒懒地抬起眼皮 笑容冷淡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陆昭有些不自在地躲闪着我的视线 而林香则鼓足勇气上前一步 声音微微颤抖 姐姐 阿昭早就不喜欢你了 他跟你在一起 一点都不开心 他真正放在心上的是我 既然你们已经分手了 就请你成全祝福我们好吗 我没有错过 他眼底的那一丝高傲 眼角微微一抽 出息 跟他那当小三的妈一个德行 我并不理会他 只是冷淡地看着陆昭 陆昭 你跟我说的一个人静一静 就是分手不到半个月 就无缝衔接了我同父异母的继妹 包厢里响起看好戏的窃窃私语声 陆昭脸色一白 眼底浮起些许怨对之色 是了 他平素最要脸面 交往的时候 我从来都是小心翼翼地 维持着他玻璃般的自尊 给足了他面子和骄傲 只是他恐怕忘了 我们已经分手了 我从来都没有义务 要关照他那可笑的自尊心 我能怎么把他捧上去 就能怎么让他摔下来 陆昭打断了我的对视 一滴眼泪恰到好处地 顺着他浇好的脸颊滑落 姐姐何必这么咄咄逼人呢 阿昭已经跟你分手了 这么苦苦纠缠着 又有什么意思 可别平白 让人看了笑话 我微微挑眉 在陆昭愈发苍白的面色下 好整以侠地端起一杯香槟 声音温柔 他跟我提的分手 林欢 陆昭的脸上有些挂不住了 他急急打断我的话 我们只是作为朋友和妹妹 来给你庆生 分手后还是朋友 你不会这么小气吧 我打量了他半赏 笑着往沙发靠背一靠 打了个响指 七八个或俊朗或阳光 或清冷或乖巧的小哥哥 鱼贯而入 训练有素地送上酒水和果盘 当然 不请自来议事客 那边正好还有空位 请坐吧 酒过三巡 气氛渐渐热烈 林香和陆昭端来香槟 为我送上生日祝福 我并没有接过他手中的酒杯 而是歪着脑袋看着他 我的好妹妹和前男友 不知道你们给我准备了什么礼物呢 其他人亦兴致勃勃地直起身来 目光灼灼地看向包厢中间的陆昭和林香 林香的脸白了 陆昭一不自觉地 碾了碾低垂着的手指 我低头抿了一口英俊南膜 地道唇边的香槟 目光细血 我了解我这个既蠢又坏的姬妹 今天这出戏 她是诚心来 恶心我给我找不痛快的 恐怕在她的预想里 想看到的是我伤心狼狈 大师风度的Luzer嘴脸 她则是一朵笑到最后的小白脸 最终挽着陆昭扬长而去 而不是一副其乐融融 坐在一起为寿星庆生的场景 至于陆昭 她也许是想要我后悔 跟她提了分手 也许是想要让我看看 分手后 她也能过得很好 也许是真的喜欢林香这一款 面上清纯小白花 撕下纯玉小少妇的做派 啊 谁在乎呢 可以肯定的是 来者不善 这俩货就没一个真心实意 来给我庆生的 正好 我如今 想在他们身上找点乐子 也算不得恩将仇报了 他们在包厢里 待立了好半场 林香才咬牙从包包里掏出一个手势盒 目光里透着心疼和不舍 姐姐 这是我和陆昭送你的礼物 就这么个光秃秃的手势盒 怎么连个礼盒都没有 好友在旁边吐槽 声音恰好盖过包厢里的背景音乐 林香唇角一抽 几乎维持不住脸上得体的笑容 而陆昭在林香取出盒子的同时 就面红耳赤的拔腿欲走 却被林香挽住手臂 死死拉在原地 我当着他们的面打开手势盒 用手指挑起那串黑钥匙手链 脸上带着夸张的惊讶 陆昭 这就是你们送给我的礼物 林香的脸上已经有了怒气 却偏偏还要装出一副 柔弱小白花的模样 姐姐 我们是诚心为你庆生的 这个手链价格也不便宜 你就算心里生气我和阿昭在一起 也没必要在礼物上挑刺吧 我随手将手链丢到茶几上 我知道 DX黑夜之星 还是一个月前 我跟陆昭一起去挑的两周年纪念 日礼物呢 就连这颗黑钥匙上面的划痕 都跟我那天不小心磕到桌角时 留下的损伤一模一样 我勾起唇角 好整以暇地看着林香脸上 再也维持不住的笑容 你们真没有准备礼物 也就算了 何必拿一个 被我退回来的二手玩意儿 出来冲面子呢 不过说真的 陆昭 同款手链 你先送姐姐又送妹妹 也不嫌隔应 还是 你拿我妹妹在这儿玩什么替身梗呢 包厢里虚声四起 林香一脸不敢置信地看着陆昭 陆昭 你送我的这根手链 是林欢退还给你的 陆昭几乎要恼羞成怒 这是我用上班后自己挣的第一笔工资买的 很有纪念意义 谁知道你会打肿脸冲胖子把这个送出去 他又恼恨地瞪着我 林欢 你不要太过分 看看你自己这幅尖酸刻薄的嘴脸 哪里有以前的半分温柔 他重重甩开林香挽着他的手臂 头也不回地大不离去 而林香无助地站在包厢中间 在各色目光中神色变幻 最终捂住脸跑了 我无所谓地耸了耸肩 招手点了个乖巧干净的男生 过来坐我旁边 香槟的泡沫在灯光下显得梦幻而迷离 我一时恍神 一边把玩着手腕上的红绳 一边不自觉地想到了初识时 那个眉眼干净的青年 在看到陆昭的第一眼 我就发现他有几分外公口中说的短命之相 即便一切都在朝着我期许的方向发展 可是当陆昭真的与我撕破脸后 我还是不得不感慨 人心一变 我本想着就算分手了 毕竟有相识四年的情分在 还是尽量想办法为他规避一二 如今看来倒也没这必要了 他分明知道我关于生日的惨痛回忆 却还是顺着林香的心意向我捅刀子 如此也好 我在进行我的下一步计划时 就更犯不着 心慈手软了 三个月后 陆昭在中心高架上遭遇两车斗气引发的连环车祸 当场死亡 葬礼闹剧结束 林香算是在亲戚朋友间出了个大大的风头 只不过此风头非比风头 他不想要罢了 回到家 他红着眼狠狠瞪了我一眼 提着裙摆就跑上了楼 而我爸转手就狠狠抽了我一巴掌 你这个孽女 你就是这么对你妹妹的 当初就不该让你妈把你生下来 我被抽得偏过头去 咽下嘴里淡淡的血腥味 冷淡地看着他 林庆山 当初我妈就不该跟你结婚 他陪你打拼创业 熬过低谷正下家业 可你有了几个臭钱 就带着小三上门 硬生生逼死了他 都说善恶有报 我倒要看看 你的报应什么时候才会到 他气得胸口起伏 还要再抽我一巴掌 被我避过后一个 猎切摔在了沙发上 臃肿的身躯像是一头熊 继母面露担忧地坐在一边 替他顺气唱白脸 而我冷冷地看了他们半晌 转身回了自己房间 一将林庆山暴怒的声音 隔在了门外 而半夜时分 我听到隔壁林乡的房间 传出细细碎碎的低吟声 想来是陆昭又入了他的梦 而我把玩着手腕上的红线 漫不经心地笑了 可怜我这愚蠢的继妹 还为此沾沾自喜 以为终于胜了我一头 却不知道 适者入梦温存 可不是什么好事 我的母亲与我十二岁那年 跳楼自杀 外公是当时十里八乡 有名的算命先生 一手看向功夫 吸引了无数人慕名而来 虽然他再三解释 看向只是小道 最终是在人为 也还是将这手功夫 传给了母亲 也是靠着这身本领 他陪着我爸起于微末 一路创业打拼 从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 一路打下了不小的家业 只是他看得穿别人的运势 和商场诡诀 却看不清自己的枕边人 早就在纸醉金迷中失了本心 我爸有钱后 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找了无数外面的 莺莺艳艳寻欢取乐 以满足他在我妈面前 得不到的虚荣心和满足感 我妈无法接受枕边人的出轨背叛 自此抑郁长病不起 甚至在我十岁生日那天 她在外面的乡好 如今的继母 在她的默许之下 带着八岁的林香登堂入室 以女主人的身份招待宾客 并送给我一只限量版的 仿真娃娃作为生日礼物 不知是有意无意 那娃娃眼底下的泪质 像极了我的母亲 我永远忘不了 生日宴上那些 看好戏的嘴脸 和我那继母脸上 那志得意满的微笑 我们四个人 甚至拍了一张全家福 她柔软的手轻轻搭在我的肩上 亲密地将我半搂在怀中 身上香气熏人 而林香在另一侧牵着我 一副乖巧如木之态 那个场景魔幻而荒谬 我脑中一片空白 却无力扶开他们的手 因为我知道 一旦我闹起来 我爸这个薄情寡恩的男人 将会断了给我妈的所有治疗费 我只能唇角挂着麻木的笑容 像一个提线玩偶般 陪着他们上演着 一幕又一幕荒诞的情景剧 直到十二岁那年 我妈拖着病体 从医院顶楼一跃而下 结束了她的苦难和狼狈 而我在母亲的头七那日 梦到了她 梦里她仍是年轻时的模样 长发飘飘 笑容温柔 她告诉我 永远不要为了一个男人 付出所有 因为比起感激 男人更擅长的是遗忘和忌惮 那一天我下定决心 我要让所有人 都付出应有的代价 第二日早餐时 林香面色寒春地从楼上下来 全然不见 昨天在葬礼上 那副伤心欲绝 摇摇欲坠的模样 她甚至在餐桌上 理所当然地提出 想让我帮她润色一下 毕业论文 说起来 她今年刚上大四 正缠着陆昭 帮她做毕设写论文 而陆昭因为意外去世 她又惯是个不把心思 放在学业上的 整日里只懂得打扮玩乐 如今毕业论文 自然也成了问题 果然林庆山 以一副不容置疑的语气 对我下了命令 林欢 你成绩向来不错 就帮帮你妹妹 我垂毛冷淡道 好啊 我的笔记本还在公司 等我下班后 就用妹妹房里的电脑 修改一下吧 林香有些惊讶于 我的好说话 在一旁撇了撇嘴 到底还是没说什么 晚上 她在电脑旁 盯了我半小时 百无聊赖地玩手机 玩美甲 最终还是耐不住无聊 丢下一句 我出去玩了 就将我一个人 留在了房间里 不过她临走前 在我耳边轻声威胁 姐姐 不要想着动什么歪脑筋 如今的林家 早就没了你的位置 要是惹恼了我 我有的是办法 让爸爸把你赶出家门 我不置可否地勾起唇角 并不理会她的威胁 她讨了个没趣 气鼓鼓地摔门走了 而我看着电脑桌面上 她笑颜如花的自拍照 从钱包里取出一个优盘 接入主机 在落真可闻的房间里 轻轻笑了一声 太天真了 这里从来就不是我的家 我留在这个房子里的 唯一目的 就是要看着林庆山 怎么把这些钱都吐回去 林香 很快 你就笑不出来了 因为陆昭意外去世 林香向学校请了一周的试驾 假期结束 她便带着我给她润色好的毕业论文回了校 恰到好处地扮演着一个痛失恋人的深情女朋友 得到了不少男生的怜惜与照顾 只是不过三天 陆昭的父母就大张旗鼓找到了林香的学校 到处宣扬林香肚子里已经有了陆昭的一父子 陆昭是家中独子 如果说她的死亡带给这对父母灭顶之痛 那林香怀孕的消息就是拯救这个家庭最后的一根符目 他们买通了她的室友 得到了丢在卫生间的验孕棒 但他们不敢去赌林庆山作为商人的良心 亦不敢承担任何不确定的风险 干脆选择在林香孤身在校的时候把事情闹大 又半是威胁半是哀求地将她带到医院 顺利确认了她已经怀孕两个月的消息 林香在学校里一直以找到了陆昭这个海归男友为傲 在朋友圈营造并享受着痴情女友的人设 而如今她已经尝到了反噬的滋味 站在风口浪尖上骑虎难下 我戴着帽子隐藏在看热闹的人群里 看着陆昭父母找人打着横幅 蹲守在她宿舍楼下 上课途中 食堂门口 又将两人往昔恩爱的照片打印出来 分发给陆人 声泪俱下地哀求林香把孩子生下来 给他们余生一个慰藉和希望 他们信誓旦旦地表示 他们会负责这个孩子的教养 不论男女 一旦孩子健康出世 就会送给林香一百万的感谢费 并承诺以后绝不会带着孩子 出现在他的生活里打扰他 他们甚至委托广告公司 制作了一个视频 发布在校园论坛上 将陆昭从小到大的成长轨迹 这对恋人的甜蜜往昔和葬礼后 父母以泪洗面的悲伤绝望 展现得淋漓尽致 自然 这些都是我暗地里教的 他们学得不错 学生总是单纯的 也许是亲身带入了 陆昭父母的立场 无数人在那条视频下留言 恳请林香生下孩子 给这对可怜的父母 余生一点活着的念想 等林庆山和我那好继母 听闻风声杀到学校时 林香的事已经传得沸沸扬扬 路人皆知 就连校园论坛上的相关帖子 热度也居高不下 甚至还有辩论社以此为题 展开了激烈讨论 暴怒的林庆山 想拉着林香去打胎 却被林香室友告知 他早就被陆昭父母 拉着办理了修学手续 美名其约 接回陆家安胎去了 甚至林香还给家里发了信息 乘生完孩子 就会回去完成学业 就当这是我为阿昭 做的最后一件事了 请你们不要找我 林庆山大发雷霆 继母亦仿佛一息之间 老了五岁不止 我知道 林庆山一心想把林香 送上商业联姻的道路 陆昭家境固然不错 只是在林庆山眼中 还尚显不足 他尽心尽力地培养林香 是想借机实现阶层越迁 而陆昭父母 充其量也不过是同阶层的商人罢了 原先是因为两人打得火热 再加上继母从旁斡旋 他想想也就认了 只是此时人死灯灭 利益至上的林庆山 自然开始心思活络 寻找新的目标 我冷眼看着 只做事不关己 三个月后 他们却等来了陆昭父母的疯狂报复 他们对林庆山名下的产业 进行了不计后果的打压 以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决绝方式 在极短时间内 将林氏公司打击到破产清算 因为他们发现 是林香害死了陆昭 林庆山带着继母上门求和 甚至提出愿意 把林香交给他们随意处置 就算给陆昭配明婚也行 而我那好继母 只能跪在陆家门外的大礼石上 迟钝麻木地一言不发 闹了一场 他们却连门都没能进去 也不知林香在门内亲耳听闻 自己成为父母的弃子 会是怎么一副模样 大厦青岛 林庆山很快便被打回原形 变成了二十年前 一无所有的模样 只是这一次 那个陪着他起余威时的女人 早就被他亲手害死了 他一没有了那时的心气 变得极为暴躁易怒 又终日酗酒 一不顺心便对着继母动辄打骂 怨恨他生了个害人精 对比之下 他反而怀念起 跟我妈同甘共苦的创业时光 也对我起了一丝愧疚之心 只是我早就不需要了 我早以工作为名搬出林家 住进了之前给自己准备的一套 小小的单身公寓里 更换了手机号码 耐心等待着好戏收尾 两个月后 试图逃跑的继母 被林庆山用酒瓶砸到脸 左眼失明 脸上也留了一条猙獰的伤疤 他再也不能靠着他的美貌 毁人家庭了 而林庆山已故意伤害致人重伤 被判入狱七年 彼时林湘在医院生下一个男婴 转手便被陆昭父母 送进了监精神病院 也不知道他在陆家 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才变成了如今这副身宽体盘 却神志不清的模样 我挑了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 去探望他 他正坐在精神病院的小花园里 歪着脑袋 哼着不成调的曲子 脸上笑意沉醉 我将继母十岁那年 送我的娃娃给了他 他眨了眨眼睛 脸上闪过一丝迷茫 却还是很快便接过去 抱在了怀里 我顺了顺他凌乱的头发 感受到他不自觉的紧绷 唇角勾起温柔的笑意 我扶在他耳边轻声说 林香 你以为 从我这里抢去陆昭 就算压了我一头吗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他从头到尾 都是我设计给你的 我跟陆昭交往两年 他却在短短两周内 就被你勾引过去 你觉得真的是你魅力这么大吗 当然是因为 我在国外的时候 就时不时在他耳边 提起你的存在啊 他在我电脑上 看过你的照片 知道你的成长经历 知道你生活里发生的事 也知道 你是个开放爱玩的女生 而我恰好保守地 让他觉得无趣而不满 林香的身体 微微开始颤抖 而我微笑着 在他紧绷的神经上 加了最后一根羽毛 陆昭父母是怎么知道 你怀孕 又怎么知道 他们儿子的死 跟你脱不了干系呢 说起来 这些都还要感谢你 让我帮你写毕业论文 让我有机会 监控你的电脑和社交账号 把所有证据 都收集得完完整整 林香猛然抬眼看我 眼底目自欲裂 他一把挥开我的手 控制不住地 蜷缩成一团尖叫起来 表情怨恨而畏惧 林欢你这个疯子 你不得好死 我冷眼看着他的咒骂 他的痛恨 眼底笑意愉悦 护工很快将壮弱 疯狂地他带了下去 那只布娃娃在混乱中 被丢到地上 沾染上了肮脏的泥土 和凌乱脚印 而我抬头看了看 洒满阳光的天空 露出了释然的笑容 母亲去世不到半年 林庆山就给我找了个寄宿家庭 送我到国外上学 也许是心虚 也许是心烦 也许是继母的枕旁风 除了每月 暗期给我打来生活费 他没有过问我任何一句 所幸他给我找的寄宿家庭 还算和善 并不会在生活饮食上 苛待于我 反而是林香三天两头地 在微信上看似关心 实则炫耀地向我告知他们 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生活细节 还会附上图片和视频 我并不在意 而且拖他的福 我也能从视频中了解到 他们一家三口的近况 并及时调整我的复仇剧本 作为回报 我也会将每学期末的全成绩单 和作为代表参加各种比赛的奖牌 发给他 好刺激他继续保持这样的良好习惯 他习惯了要跟我比个高下 似乎这样才是他人生唯一的乐趣 而我再见到陆昭的第一眼 就知道他会是林香喜欢的类型 我开始有意无意地在微信上透露 陆昭的存在 而林香也没有让我失望 他开始故作无意地打听陆昭的事 而我与陆昭的交往 则更激发了他的好胜心和征服欲 回国那天 我刻意透露了 我会带着男朋友一起 林香便果然精心打扮了 跑来接机 他从不会放过任何把我踩在脚下的机会 而陆昭 我没有错过 他在看到精心打扮的林香之后 眼底那一丝惊艳和谎神 我垂眸微笑 装作没看到他们眼底暗生的情愫 陆昭和林香在一起后几乎夜夜寻欢 未免有些力不从心 而林香不知从哪里听说了偏方 在网上购买了助性药物 哄浊陆昭服下 而药物的副作用 却是会导致精力透支和不集中 于是 陆昭死在了高价的连环车祸里 我在林香电脑里植入了病毒 借此得到了他完整的购物记录和聊天记录 但靠着这些 并不足以让他得到法律的制裁 于是我把证据匿名发给了陆昭父母 剩下的就是他们自己的舞台了 我在妈妈墓碑前放下一束新鲜的小厨菊 续续地向他念叨着我这么多年发生的事 和那些伤害他的人如今付出的代价 回想过去十来年 我只是按照他们的性格和欲望 量身定制写下了一个复仇剧本 我并没有控制他们的行动 他们却真的如提线木偶一般 按照我的设想一步步走了下去 直到万劫不复 小时候外公曾对我说过 面相只是人命运的一部分 并不代表一切都已注定 不同的选择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面相 也改变命运 今天的一切都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结果 而我也要去过我自己的人生了 那么有缘再见咯